与神回家 需要勇气和巨大的意愿 我感激 同样因为 我知道你如今也领会了 你也一起了 你也知道了你真正是谁 而这将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 当我在十年前 首次开始这对话的时候 我感觉非常孤单 但我知道这些惊人对话里 蕴含的讯息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他们是给全世界的 他们是去改变全世界的 我们的世界会得益于 此时此刻的某些改变 如果我们希望继续 我们在这美丽的地球上的奇遇 并享有超出我们所知的 更好生活的话 我们在当前的这条路上 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正在拆毁 我们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建立起的一切 我们可以看见 这渐进式的瓦解 就在我们身边进行着 然而事情未成定局 我们的未来绝非一定 事实上 我们的物种正站在明日的开端 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以理念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现在是向前跃进 为一个辉煌的集体 这是我们的天赋 真正成为高度演化的生物呢 还是后退巨大一步 回到我们微博的开端 拥抱血居人的心态 依照最原始的优先权生活 这是摆在今天的人类面前的问题 而我发现这些问题 从我儿时开始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从我儿时开始 我就已经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了 从儿时开始 我就已经感受到 我们的这些最紧迫问题的解决之道 就摆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重设我们对生命的最基本的看法 今天 在与神对话十年的尾端 我对这一点十分肯定 除此之外 我还知道 改变人类对生命的看法 不是件简单的事 也不是单独的事 这需要每一个愿意帮助创造未来的人 联合努力 你现在就知道 你是否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如果你是 你会担负起结束这十年对话 开启一个百年变革的重任 我猜它只需要一百年 你和我的余生 再加几年 来确定人类的未来 在宇宙尺度上 这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但在人类看来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所以很棒的是 我们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 我们开始的并不早 只需看看我们的周遭 你就能看出这一点 我们的任务 要是我们接受它的话 是改变世界对自己的看法 要做到这点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文化故事 我们必须转变 我们一直告诉自己的 有关我们是谁 生命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为何在此 以及神想要什么 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 用新的理念 来教育我们的子女 人是什么 我们必须先从重新教育自己开始 当然 你知道所有这一切 在内在的深处 你已经知道了所有这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了这本书 你或许以为这是碰巧或偶然 这当然不是真的 现在你应该看出来了 你向这份与神的对话开放 你允许自己拥有这份与神对话 以便你能一起 你在内心的最深处 一直都知道的 以便你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来帮助所有人也回忆起 这就是与神对话 发生在我身上的原因 这就是它发生在你身上的原因 因此 真正的工作现在开始了 你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无论你还剩下的十日是四周还是四个月 是四年还是四十年 即便是那些冰死的人 或许恰是那些人 也有他们能做的工作 要是他们选择做着工作的话 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死亡的方式 分享一个讯息 深深地冲击他们周围每一个人 也就是他们的世界 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的讯息 这最后的对话说 死亡是个创造的行为 同样 那些能继续存活于当前的物质形式中 更长时间的人 有许多能做的 来帮助所有的灵魂 一起我们是谁 我们为何在此 我们将自己置身于这个世界 以知晓并体验我们的真实身份 我们可以加速这一过程 通过帮助他人知晓并体验 他们真正是谁 这是生命的大秘密 这是我们在回归神的旅程中 所做过的最重要的转向了 你有许多方式可以做到 在我向你道别之前 在这最后的对话里 我要向你建议一个卓绝的方式 可以让你改变你的人生 即改变你的世界 但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些 你能做的相当简单的事情 即一些能拓展你对心灵性的 美妙能量的体验的 唾手可得的资源 你也许会选择探索心灵性的理念 来产生群体能量 以将人类从旧有的恐惧和分离 愤怒和暴力中解脱出来 而移入一个更加和平和喜悦的生命表达中 你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回归神研习小组做到这一点 小团体一个月两到三次的家中聚会 能够帮助我们重写一个全新的文化故事 建立新的信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新的行为 如果你想得到有关回归神研习课程的信息 以获取一些帮助 请访问以下网站 通过这些我们能改变世界 请不要怀疑这一点 全球各地一小撮人定期的室内聚会 已经深切地改变了世界 并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唯一的问题不是人们定期的团体聚会 能否改变我们的世界 而是我们想怎样改变我们的世界 我在各地都被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我怎么才能将与神对话中的讯息 交给我的孩子们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 有一个方法 这多亏了一个叫罗伯特·弗里德曼的杰出的人 他选择了出版发行一系列基于与神对话的儿童读物 系列的前两本书叫 《小灵魂与太阳》 集《小灵魂与地球》 这些书讲述了《小灵魂》的后续故事 《小灵魂》在精神领域和物质世界的冒险 他们所用的语言和美丽的插图使得四到七岁的孩子能够轻松领会他们所传达的深层含义 《小灵魂》还有更多的冒险 所有书都由弗里德曼的汉普顿出版公司出版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将这些讯息传达给世界 我想要你们知道 正是这个人在十年前冒险出版了《与神对话》的三部曲 现在看来这很平常 但在当时却是一次赌博 代价可能是许多钱和精力都白白打了水漂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豹博 世界因他的非凡勇气和承诺而变得更好 对于青少年们 你也许愿意考虑与神对话青春版 这本书涵盖了青少年们对他们的生活所拥有的 专门针对他们的问题 我走遍世界各地并上网询问青少年们 如果你能问神一个问题 你会问什么 在这本《非同寻常》的书里 这一给青少年们的《非同寻常》的对话 就是答案 如果你喜欢听一些能够提醒你这些讯息的美妙音乐 我想向你推荐一些 卡丽·塞门的《你最近见到我了吗?》 里面有《生命是永恒》的这首歌 基于的是我这本书里引用过的 罗斯特·沃辛顿·雷蒙德带来的讯息 乡村歌曲名作家安妮·西姆斯 也录制了一些特别的音乐 包括至少两首直接来源于 她的与神对话的体验的歌曲 她的专辑半个月两中的《进入内心》 令人心痛的美 是个感人至深的例子 同样 最近由埃拉尼斯·莫利塞特 作曲和演唱的许多歌曲 带有深刻洞察 发自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女神 和神的心灵 我为埃拉尼斯的行为所鼓舞 她没有将她卓越的天赋 仅用在娱乐上 而是用于扩展我们星球的意识 我还想向你推荐一种 你可以与他人分享的 提升意识的方式 由南希·弗莱明·沃许 提供的指导冥想 这在我们的与神对话 灵性进修会 已经进行好几年了 许多参与者告诉我们 这些奇妙的冥想 帮助他们 从知晓他们是谁 进而体验到他们是谁 令他们意识到了 与本源的联系 这一从知晓到体验的运动 即是我们在本书中 反复谈论的旅程 三个南希的深层冥想 在一张名叫 《你的密索》的CD上 我向所有希望深刻探索 回归神的体验的人 强烈推荐这些冥想 欲获取回归神研习课程 给孩子的小灵魂书籍 安妮·西姆斯和 埃拉尼斯·莫里塞特的音乐 你的密索CD上的指导冥想 以及与神对话 灵性进修会的信息 请访问以下网址 点击特别机遇和资源页面即可 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希望这些能带给你的是 你自己 在我们集体未来的创造中 成为一份强大的力量 问题不是你能不能 而是你会不会 然而要做到这点 你必须有个工具 有个方法 有个途径 以让你内在的强大力量 能影响到你的外在强大力量 你的确有个工具 不过也许你不知道 那就是集体行动的个体实现 我们每个人与他人联合起来 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前进 我曾经引用过 并还要引用这句话 今日世界的问题是 文明人没有组织起来 而组织起来的不是文明人 这些话出自报刊专栏作家 吉米·布莱斯林 这真是再犀利不过了 我们要做的 就是组织起来 当我2005年在荷兰 面对大约750名听众时 我十分自发地做了一个声明 从此引发了一场 世界性挑选特殊人士的事业 我在那晚对听众说 看看 仅仅一小撮人 就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恐怖 想象一下 如果同样有一小部分人 致力于实现世界的和平 爱和喜悦 他们能做出怎样的成就 我又说 给我1000个人 10个来自荷兰 10个来自丹麦 10个来自法国 10个来自德国 10个来自意大利 100个来自欧洲 100个来自韩国 中国 日本 远东 100个来自中东 100个来自非洲 100个来自南美 100个来自北美 等等 只要给我1000个 1000个遍布全球的人 我们将改变世界 然后我又惊讶地听见自己说 事实上 如果你想成为这些人中的一个 请发电子邮件到 以下地址 当时这个地址根本不存在 讲话一结束 我就立刻冲回旅馆 然后把它创建出来 第二天早上 我打开这个新邮箱时 里面已经有77封邮件了 我们已经上路了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 做出全球性的重大倡议 以帮助人类改变其对自身的观念 我们打算通过改变我们的文化故事 改变我们对自身的观念 来做到这一点 并非每个咨询千人群体的 都决定成为其中一员 世界与未来 需要我们给予非常非常高的专注与奉献 那些加入的人 选择了一种意义深远的 非凡方式来改变世界 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 有关这个草根灵性运动 请写信到如下地址 意诸此活动已经取消 我想对传统宗教 及其最近对此的表态做个总结 我很清楚 许多传统宗教的成员 会很关注这个对话 以及我们在做些什么 我一直希望某些传统宗教 能改变一丁点其对事情的看法 要是传统宗教能够停止教导神 会叫人下地狱 神会在审判日奖赏 或是诅咒我们落入永无休止的苦难 那会带来许多的改变 数百万的人也不必带着恐惧 活着及死去 我一直以为 要是宗教能够教导这些 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那么在我们死亡之前 我们就能从我们的意识里 消除罪恶感 当我们穿越死亡之门时 也就不会造出我们的私人地狱了 就在这时 我注意到传统宗教 的确在对其传达的讯息 做出重大改变 我真的很欣慰 我将此视为 我们演化的一个确定征兆 对于我目睹的 某些现代宗教领袖 所做的声明 我想象这一重大转变 表达感激和敬意 我在前几本书里 提到过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所做的重大声明 地狱并不是存在的某个地方 教皇说道 天堂和地狱都是存在的某种状态 这是教皇说的 不是与神对话中说的 1999年7月连续的几个周三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在面对超过8000名听众的讲话中 详细地谈论了有关天堂 和地狱的观念 据罗马教廷的报纸 欧莱雅罗马观察家报的报道 教皇说 当此事的肉身消逝 那些欢迎神进入他们生活中 并真诚地向他的爱敞开怀抱的人 至少在死亡之时 将完全与神合一 这就是人类生命的目标 而这当然就是你手中的这本书 一直在讲述的 天堂是终极结局 是人类最深渴望的实现 至高的终极快乐的状态 教皇说 在口授中提到地狱时 教皇说要小心 不要与圣经中描绘的地狱画面 相混淆了 他解释说 地狱不是一个地方 而是指那些自由地 将他们自己与神 所有生命和喜悦之源 明确分离的人 所处的状态 我相信教皇是直接受到圣诏 做出了这番陈述 他完全觉知 这番陈述中的每一个字 他完全觉知 他的每一个字 都会被全世界报道 在我自己的与神对话中 反复的声明地狱 不是神的处罚 而是人自己创造的 是那些人孤立的想法 因为他们被教导说 他们分离于神 更进一步 在本对话中 我得到的灵感揭示出 我们在人世中携带的 有关地狱和诅咒的观念和概念 在我们死后 会出现在我们的体验中 这就是真相 神说过了 在死亡的第二阶段 我们会体验到 我们期待会体验的东西 包括地狱 如果我们期待如此的话 在1999年的发言中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到 地狱并非是上帝施加的惩罚 而是我们人类活着时 就已经做出的一种假设 你能相信吗 这可是全世界 数十亿人的人生中的 最高宗教权威 世界上最大宗教之一的 世俗和精神领袖 亲口说的 地狱是一种 由于人们在此生的态度 和行动而造成的状况 约翰保罗又说到 再一次的 这正是我们在此书中 一直所谈论的东西 教皇的关于地狱 不是上帝的惩罚 而是由于我们与神分离的想法 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一观点 与布道大师葛培里 几年前所说的一番话 极其相似 我唯一能肯定的 就是地狱 指的是与神的分离 我们离开了 祂的荣光 祂的陪伴 这就是地狱了 至于什么是地狱火 我并不鼓吹这一观点 因为我并不确定 它是否存在 时代周刊 1993年11月15号 那么永远燃烧着的火壶 是否存在呢 在圣经中 地狱的存在 可是个重要的教条 犹大说地狱 是个真实存在 充满火与折磨的地方 传道者约翰 看见地狱 是个真实的地方 然而 格雷厄姆牧师 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都完全驳斥了 圣经的这一教导 宗教领袖们 开始旗帜鲜明的质疑 那些过时的教导了 这实在令人鼓舞 因为这些教导 没有让我们与神更近 反而使我们远离 主流宗教正在觉醒 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我们有希望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可以通过与周围分享 关于神与生命的新观念 来达到临界转折点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利用英特网和其他形式的大众传媒的力量 包括广播、电视和电影 既然我的任务已经被改变 我打算在接下来的年月里 用到所有这些传播形式 我说过 这是我的最后一本对话录了 然而却不是我的工作的结束 神刚刚改变了我的职位描述 从带来讯息变成了把讯息传播出去 当我接受这份新任务时 我决心梦想那不可能之事 人类有朝一日听到神带给全世界的最重要的讯息 你们完全误解我了 迄今为止 在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漫漫长途中 还有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想法 就像沃尔特·凯莉的灵魂漫画戏剧角《波歌》 说得如此简洁 我们遇到敌人了 就是我们自己 因此我要前进了 就像唐吉克德一样 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自己 看我们所有人 看这个世界 这是一项我希望你也能接受的任务 神向我保证人类的信念正在转变 我们的梦想能够真正改变世界 我愿意在我的当下此刻目睹这一实相 由于我们一直在时空中持续创造我们的集体实相 我强烈要求我们所有人 将我们的能量联合起来 创造我们一直以来所渴望的全新的华美结局 过去十年来 你们给我的灵性陪伴是永远也不会被忘记的 我珍视你们 我爱你们 无论何时 无论我在何处 让我们一起来 编织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挑战不可能击败的敌人 承受无法承受的痛苦 走勇者亦胆怯的道路 纠正难以纠正的错误 去爱那遥远的纯洁和美德 即使双手无力也要努力尝试 只为触及那遥不可及的星辰 这就是我的追求 去追随那颗恒星 无论多么渺茫 无论多么遥远 为真理而战 我毫无怨言 绝不停息 愿踏入地狱 只为了那神圣的使命 我知道 只要终于这璀璨荣耀的梦想 那么当我面对余生 我的心将坦然而平静 这世界将变得美好 因为有个人曾经受尽嘲讽 满身伤痕 却仍然拼尽他仅存的最后一丝勇气 只为触及那遥不可及的恒星 以所有的方式直至永恒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阿什兰市俄勒冈州 2005年圣诞节 与神回家 全书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